空服员工会挺郭芷燕秋显至酸长荣,是中国的航空公司。 年长荣罢工落幕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理事,前长荣空服员郭芷燕被传出在私人LINE群组放话要电报在罢工中途落跑的空服员,更扬言要替机长食物加料。 事后遭到长荣以非安为有免职,引发劳资双方争议,劳动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委员会于21日召开最后一次询问会议,裁决结果最慢将在于3月8日出炉。 空服员工会21日也与郭芷燕时代力量立委邱显至,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及台北市议员邱威杰等召开反霸凌,停芷燕记者会表达对郭芷燕及劳权的支持。 郭芷燕说,去年在罢工结束的2日内,自己就因为在罢工中的表现,被长荣举着非安大旗,在案件尚未明朗前就火速开除。 郭崇申,愿意就LINE群组中的言论接受长荣调查,也愿意接受停飞、申戒等处分,但不接受对他发言脉络完全无视或断章取义,而且是在去年罢工结束后的敏感时机被开除。 郭芷燕坦言,他半年来不敢渐渐不敢参与工会活动,但直到近日许多空服员特休被刁难。 还有组员在过年前被乘客暴力对待,再加上长荣对新冠肺炎的防范慢半拍,都让空服员敢怒不敢言,他才发现不敢说话的不只有他。 而不敢参加工会活动,也不敢在飞机上讨论工会事务,更有很多人害怕LINE群组的对话被截图而丢了饭碗。 郭芷燕,这不就是长荣航空的目的吗?他不就是在杀鸡儆猴,就是要告诉长荣的员工我就是要集权统治你,同时也打压了其他工会的干部。 郭芷燕更表示,他半年的生活围绕着法院传票和网路上的恶意言论。 他也曾想过放弃、投降,但看到空服员工会的姐妹以及网路上对他的各种支持,都让他觉得不能放弃,让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 而今日也是劳动裁决的最后一庭,他相信委员会害他公道,我相信正义他只是迟到,他不会不到。 邱显智表示,长荣、华航等航空公司都不断在打压工会会员,这是非常荒谬的行为,也是劳动部长期以来纵容的结果,非常离谱。 邱显智直言,劳工抱怨雇主是最起码的言论自由及权利,他怒轰长荣这到底是一个台湾的航空公司还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外国人看了都会以为长荣是中国北韩的航空公司,连讲话都不行。 邱显智也提到,行政院即将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但邱显智认为,在长荣没有展现诚意之前,绝对不可以让长荣应该拿到任何一毛钱的纾困补助。 邰显智也表示,台湾的工会小且干不少,台湾女性劳动者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及无形压力很多根本无法透过法律解决,因此必须要用群众力量及自主意识去挑战。 今天在裁决里谈的是解雇和不合法与解雇手段是不是最后穷尽所有而必须采取,同时也要赋予裁决委员的更重大任务,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足够完整,最后终审是否做好如何回应社会的裁判。 赖湘林进一步指出,以工会的发展来说,郭纸烟案是指标性的案件,因为长荣前一个案子是更遏制的3400万求偿案。 赖认为,不管是长荣还是华航,他们都担负台湾对外的形象,若他们对辛苦的国人工作者是这种态度,他要在国际上再去跟人家竞争,我相信也是一笑大方。 相关报道,驻台外交官妻与买口罩遭吼王世坚,防疫不能都推给卫福部,不然设你外交部干什么,更多文章。 赖湘林进一步指出,以工会的发展来说,郭纸烟案是指标性的案件,因为长荣前一个案子是更遏制的3400万求偿案。 赖认为,不管是长荣还是华航,他们都担负台湾对外的形象,若他们对辛苦的国人工作者是这种态度,他要在国际上再去跟人家竞争,我相信也是一笑大方。 相关报道,驻台外交官妻与买口罩遭吼王世坚,防疫不能都推给卫福部,不然设你外交部干什么,更多文章。 赖湘林进一步指出,以工会的发展来说,郭纸烟案是指标性的案件,因为长荣前一个案子是更遏制的3400万求偿案。 赖认为,不管是长荣还是华航,他们都担负台湾对外的形象,若他们对辛苦的国人工作者是这种态度,他要在国际上再去跟人家竞争,我相信也是一笑大方。 相关报道,驻台外交官妻与买口罩遭吼王世坚,防疫不能都推给卫福部,不然设你外交部干什么,更多文章。 赖湘林也强调,他相信台湾的工会干部只能被保护,不能被打压,因为只要打压一个,很多工会就会开始一个个瓦解,这绝对是台湾最悲惨的时刻。 赖也指出,无论是防疫还是经济贡献,第一线工作者总是最辛苦,付出最多代价,他之后也会在国会继续为第一线劳工讲话,如果真的能在纾困理念挡下长荣,我想这就是第一。